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技工科以后就直接延伸到报考的燃台的机械工程 我们那时候的印象最深的都是在机械工厂 机械工厂 就是现在的六宿 六宿那时候下面是一个铁皮屋 铁皮屋那边就是我们的机械工厂 包括我们的断照都在那里 对 一条鞋道就鞋过去 然后就走到那个门 我记得印象是在那一边 那时候是面向的是可以爬墙 可以爬墙跳出去 我是没有爬过 我是有爬过 它之前叫的应该是那一个 那个机械那里 餐厅狐历市好像就在这里 这就是最早的机械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学生版多 那时候那个操场铺上 我们那个类似像校庆之类的 台起来的话是整个操场 整个都是人 退伍后就直接成立了 塑胶模具工厂 串业的过程 因为没有钱 所以凡事都是亲力亲为 我才知道说 创业没有那么容易 民国91年的时候有机会 到法国去把这些模具 带到台湾来 然后做个整个人生的大转变 我是从 腹目镜最难做最多人工的方向 一直走 走到现在的半自动的射出安全眼镜 我们这十年几乎成长了一百五十倍 从一间一百二十平的工厂 变到现在两间一百平的厂房 这个就是主要靠的是滑雪眼镜 这个过程中公司的成长太快 那我们对管理上赶不上 所以我就抱了EMVA高阶主管企业硕士班 我进入机械工程以后 我到现在都还是走在这条机械路工程这条路上 所以要有所坚持 对 也是因为是坚持 所以才遇到那个机会 就做到眼镜里面去 不管EMVA因为参加了社团 跟外面的接触就比较广 对工作上面的方向的思维 是做了很大的改变 一百零八年 接了EMVA校委会理事长 那时候活动就更平凡 我觉得大伟有几个特质 那我觉得是很值得 我们大家来参考和学习的 第一个就是他有比较强的学习动机 他对一些新的事情 不会去排斥 而会去花时间去理解 去接触 甚至于去热爱 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其实很热心 很愿意去帮助别人 去和人家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刚好学校有弱势助学的这个活动 所以我想这是最简单的回馈给学校 回馈社会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学校开始 我们也做一些产学合作 学弟妹们能够来这边做毕业之前的一些体验 因为这过程中都在学校的旁边 其实也陪着我们南台科大一起成长 EMVA就是在现在最高的这一栋 六楼就是我们EMVA的教室 我现在都已经跟大家讲一句话 就说我们计划一件事情要十年 但是我们的目标六年就要完成 然后我们的态度要用三年的态度去做 科技进步的速度太快 所以必须要随着时代去调整自己的步伐 所以要做多元的学习 这个也就是目前上大家都在讲的 跨领域的整合 我去建议学弟妹不要极限在 我今天是什么科系 你应该叫每一个层面都要去接触 然后自己再去整合你的优势在哪里 往你的兴趣跟你的优势去走 机会一定是留给努力的人 掌握住了机会 那你就成功了 勇于尝试 一直不断的往前走 只有努力才有机会 掌握住就会成功